因為最後想請問,因為你剛說 最後如果黨中央透過機制不是你的話 你也會尊重 那這個機制是說 你覺得黨中央需要公開一個內部的民調 證明你不是最高的嗎 還是你覺得說不公開民調也沒關係 最後只要不是你,你就尊重你 如果大家看到我的聲明 你就會知道 我非常諒解國民黨的為難 也願意給國民黨最大的空間 這是為什麼 我在3月27號準備 第一次準備宣布參選 黨中央希望我等7天 我就等7天 而到4月2號 我又已經7天滿了 我要宣布的時候 黨中央希望我再等5天 我也再等5天 我絕對給黨中央最大的空間 弹性 來去選擇他覺得最強的人選 但是 黨的 程序正義 以及我自己個人參選的自由意願 我認為這兩件事情的尊重跟祝福 也是幫助國民黨贏非常重要的要件 我說過 我認為我的投入可以激活大家同志的共同努力 但是如果黨覺得說最後的人選不是我 我充分尊重 就在我聲明當中我說過了 初選可以 協調可以 不公開民調可以 你直接征召 我都尊重祝福 我是給黨最大的空間 因為我相信朱立倫主席 因為我相信朱立倫主席 他希望桃園贏的這個意志跟決心 跟我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也許他對於桃園贏的人選的看法 路徑的看法 機制的看法 不跟我完全相合 但是他是黨主席 我們都要尊重他 議員請教一下 你有提到說 你現在可以接受的提名機制 就是初選協調 民調跟征召 那想請問4月1號晚上 那個兩三個小時的談話 你認不認為算是協調之一 那可是如果從外界的結果來看的話 大家認為其實並不愉快 那目前你這樣子來看的話 你是認為你和黨中央的提名機制 沒有共識 還是你認為黨中央現在根本 連所謂的提名機制都不存在 我要說我認為 我認為是對於勝利的路徑 我們的看法角度不同 就像說 過去這段時間 有的人認為我的民調不夠 有的人我地方的經營不深 也有人認為說桃園從來沒有出過 非在地的市長 這些意見 對不對 都對啊 有不對嗎 說得很好啊 可是這些意見 完全對嗎 也未必啊 民調不夠 我就是因為民調不夠 我才要去耕耘啊 我要把民調耕耘到夠啊 在地不深 我就是在地不深 所以我才要走一千公里啊 中原大學的兼任副教授一年半啊 中原大學在哪裡 桃園啊 有沒有連結 你說連結是零也不對 但你跟我用這個來做連結 說我的連結很深 也不對啊 馬總統執政的時候 很多桃園有關的政策 舞陽高架 或者桃園的很多的 航空城的一些政策 我也是幫馬總統去追蹤 跟管考的總統府副秘書長啊 所以政策上 我有沒有連結 有啊 但連結深嗎 要看你怎麼看啊 所以因此我剛剛回頭講說 對我來說 機制是什麼 機制就是 我表達我的自由的意志 我想要參選 想要去改變這些所有 覺得我還不夠的地方 變成督促我自己 更努力的動力 我承認這些 說我不夠的地方 都是對的 但是我也對自己有信心 我可以更努力去改變 去補足這些不夠的地方 這是我希望的一個 意願跟意志 但是黨的機制是什麼 我尊重黨中央 因為我知道桃園有它的複雜性 主席有它萬端困難的考量 因此最後國民黨提名誰 我百分之百尊重 因為我跟朱元主席 我們共同的目標始終沒有改變 就是桃園要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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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